康熙信基督 康熙对语言词书的贡献功不可没 聪慧通达的康熙十五岁亲临朝政 招来反基督教大臣杨光仙与宣教士南淮人 一同到观象台推测日影和形象 结果南淮人主款接服杨光仙主款不可 康熙立即任命南淮人为青天间正追忌汤若网 放着杨光仙逮捕傲拜 从此康熙以南淮人为密友要他不离左右 据南淮人在《达达旅行记》一书中回忆 康熙心情不好时 只要一看见南老爷利息就会好起来 康熙是清圣祖爱新觉罗选业的年号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 不仅在中国放眼世界 也是评价最高的君主之一 康熙在文化事业方面 施令组织编攒了许多规模庞大的重量级图书 许多成果的影响历历三百年不坠持续至今 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 全唐诗佩文韵佛 其中冠上康熙之名的康熙字典 更是把中国的词书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峰 字典的名称 也由三百年前书名里的创新 成了如今现代汉语的标准词语 康熙字典对汉语语言和词书编撰的贡献 功不可没 英语词汇与英文词典的研究 本语康熙字典应是两条平行线 然而在查阅牛津英语词典 English speakernary 其称牛津大词典英文简称了时 这两条线却走到了一起 在康熙有了个清楚的焦点 满清康熙皇帝快智人口的七颜律师康熙石驾送 近日由网络媒体宣教 基地制作成动画极配以诸解 将四百年前帝皇纪念 基督被定死石驾制作图像化 中国满清康熙皇帝 1654年到1722年八岁登基 在魏61年 替清朝殿下基石为帝国全盛期君主之一 康熙一热心探讨基督真道研习圣经 常跟外国传教士谈道 因而熟悉圣经和教会历史 并且撰写教会为题材的对联诗歌 其中快智人口的七颜律师康熙石驾送 或称 康熙石驾歌流传于是 此乃熟悉新约四福音的康熙 纪念耶稣基督被定死石驾而做 康熙石驾送全诗 共成石驾血成熙百丈恩流分子熙 身裂四崖半夜露图方三倍两番机 五仙边踏寸幅列六尺玄锤二道齐 惨痛八该经九品七颜一臂万灵蹄 Jesus 黄蓝网络媒体宣教基地 在脸书上在康熙石驾送动画影片 详解出处极意义 文中指此为一首叙事史诗 在短短五十六次包含了 由一至十百千万数目 又有寸尺丈量度 更难的是 康熙对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过后 直到上十字架的受苦历程 描述历历如在眼前 文中叙止从康熙石驾送内容 康熙应是详细考察过耶稣生平 可能是来华传调师南淮人神父给康熙上过查经班 并且详细为他讲解 康熙整理出思路文理集 抒发本身情怀而做成该首诗 康熙石驾送此解 一 赐牙 耶稣被捕后历经四轮审讯 二 三倍 彼得在基教二次以前三次不认主 三 九品 九为阳术之最大术 皇帝多用以附会为自己的威称 如九五之尊一击指康熙自己 四 七言 耶稣在石驾上所说的七句话 即石驾七言 毕竟信仰是关乎个人灵魂的事情 因为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 而不是靠守律法 虽然康熙最终与罗马教皇闹翻了 但是这不会影响其自己的得救 他的信仰可能更像宗教改革后的新教 若按新教的教义来说 康熙无疑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因为他不仅曾经觉知信主因信称义 而且把起初接受的信仰坚持到底了 直到去世前还同传教室 保持着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 并没有放弃信仰